嗨,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学八字的一个过程 其实很多人在学八字的一个过程 其实他们往往到最后一步 他们就是最害怕的一步 其实这一步一定要跨出去 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会批八字 所谓的这一步就是 实际的面对人 要实际的与人批评 其实我们在网路上看到很多人 因为某一个名人来讲 他可能出了什么事 你就会看到很多影片 就根据这个名人的八字在那边说 他就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 而出现了这一些状况 其实各位你要先了解到 其实 这样子反而是一种错误的学习法 为什么 因为其实他出事的并不是你批出来的 各位他出事并不是你批出来的 是他有了这个事情以后 很多命理师因为要蹭流量 有了这一个事以后 开始在那边说那是因为什么原因所导致 但是跟各位讲 实际的批命根本就没有给你这一种机会 实际的批命 你假如等到客人说出答案的时候 你才能跟他讲什么 这是什么什么原因的时候 其实客人很多都不会理你 各位 所以 你基本上 你要实际的与人批命 而且 各位你要知道一件事 你不会批到什么名人 就像我到现在来讲 我 我天天在批命的人 我也没有批过什么名人 就绝大多数 都是很普通的一个人而已 绝大多数都很普通的 那所以呢在绝大多数都很普通的人的一个情况下 那各位 你呢 你就会知道说 哎 你碰到的是平常人 那你怎么去批呢 所以我们一般在批的时候 我总是会跟学生讲说 你在批他的时候 你不要问 你不要问去批 那为什么不要问去批呢 因为 在客人啊 不给你任何的资料的情况下 你这时候去批命 你的准度是最低的 为什么你这时候准度最低 因为你就只有一个八字啊 请问你一个八字 你假如能够还在这样子 透过你的一套的分析 因为 他不问你的时候 你开始透过你自己的一个 比较熟悉的方法去批命的时候 然后批出来 让客人去听 那假如 在这一种是最困难的一种批命的情况下 他可以说 老师 不错哦 你还可以有六成到七成的准度 那这时候客人呢 他会开始 给你他的一些 即个人基本资料 例如他的工作是什么的 例如他真正想要问的 发生的是什么事 他想要知道什么 在这一种情况下 你除了一个八字以外可以做参考 是不是 现在你有了他的一个职业 这一些来加以辅助的时候 你原本就有六七成准度 这时候 你有更多的参考因素在进来的时候 你的精准度一定会更高 所以 在学习八字的一个过程当中 往往很多人 就在这一步 跨不出去的 往往很多人就在这一步跨不出去 所以 导致他跨不出去以后 他的批命当然不会说 很厉害 但是也不会说烂到哪里 绝大多数 就是在五层上下 那所谓叫五层是什么 你不要以为五层很高 五层就是来拆同板的正反面 同板打上去 到底是正面还反面 用拆的嘛 基本上就是用拆的 你没有 你没有一定的一个 预测能力 就是用拆的而已 所以 来讲 在这一块 他就会变成是 很多人 他变成只能够怎样 讲理而已 八字的道理随便讲都很神 八字的道理随便讲都 让你会觉得很厉害 但实际上这些讲理 对于实际的批命 没有任何帮助 没有任何帮助 为什么 因为 你在批命的时候 你讲了这些东西好了 请问他的实际 实际的状况是如何 实际的状况是如何 我相信很多人只要有碰到 就嘴巴垫垫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从来没有 他的批命的经验不足 所以他顶多就是人云亦云 说夫妻公备合会怎么样 被冲又会怎么样 他也跟着人家狼狼上口 可是实际上 真的会那样吗 真的会那样吗 他的一个成真的几率有多高 就很像 我那时候我还在工作的时候 我公司上面的一个女主管就来问 我明年夫妻公被勾 那个被冲了 我是不是婚姻会有什么问题 我说不会啊 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没有什么问题可言 那人家现在还不是好好的 人家现在还不是好好的 所以各位 很多东西啊 你要透过实际的验证 你才会知道 不是单单讲学理而已 想学理没有用 因为学理的精准度到底在哪里 没人知道 就很像啊 有一次啊 我师弟跟我在那边聊天 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他就 他的脉比较广啊 他就跟我讲一件事 他说 他曾经遇到一个中年的一个 人啊 然后他很高兴 他很 他说他写了一套书 他这一套书呢 是他毕生的心血 然后他跟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 我这一辈子啊 批命没有超过十个 但是我的学术扎实 所以我写了这一套八字的冲书 一辈子批命不超过十个 学术扎实 他从来没在验证 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 他的学术里面有哪些是不能用的 他完全不知道 我说那一本那一种书可以看吗 他自己也笑一笑啊 他自己也笑一笑 为什么 我师弟也是天天在帮人批命的啊 他当然知道啊 对不对 他也知道啊 所以我们就常常就说 很多都是这样 以为出了本书 批了一两个就当大师 没有啦 了不了解 没有那么简单 当你 对不对 像有一些人 在之前看了我几部影片 然后就一样话虎虎去帮人家批 然后就说老师你的学术很牛逼哦 很牛逼 我说你多批几个就知道了 偶尔让你中而已 你只要多批十个以上 你就会知道以你的认知来说的话 以你认知的五行派 你的准确率又回到五成了 你的准确率又回到五成了 所以 为什么我会这样跟他讲 我天天在使用这一派的人 我怎么会不知道他里面的问题在哪里 你什么都不知道 只是一样话虎虎 对不对 只是让偶尔碰到人 你就觉得好准哦 再 再仔细去用 你就会知道 你的准度越来越不准 你的准度越来越不准 因为 他是要按照一定的程序 他是要按照一定的规则 一步一步去走的 绝对不是 你就在那边简简单单的讲 和声刻 我也会 对你也会 你批出来就跟人家不一样了 要不要解 你批出来就是不一样的东西 既然是不一样 这东西不是你会吗 你要做修正 你要修正成能用的 而不是到最后说五行派不准 各位 五行派很容易被人家误解 我也不准 为什么 因为这一些人 他本身都学过八字 他们也认为五行派太简单了 因为就是和声刻而已嘛 老天干五合 地支六合 五行声刻嘛 那还有什么东西 这些我都会啊 可是呢 他用出来就是不准 为什么他用出来就是不准 因为他里面的关键的 这一些的步骤 什么他都不会 他都只是凭他自己想象的 所以当然呢 他会不会批命 我们看他一两次 我们就知道了 你要不要解 我们看他一两次 我们就知道了 他到底懂不懂五行派 你要不要解 他到底懂不懂五行派 那来讲呢 这种东西啊 我们常常讲 在那边说 说嘴很简单 我们常常讲 你要实证嘛 你要实证嘛 你要说人家是非很简单 但是你假如拿实证来讲话的话 各位 那就 很难看哦 为什么 什么叫实证 实际的 在一个公开场合 大家 批八字嘛 而且呢 拿的是随便一个人的八字 也就是说 你跟我完全都不知道的一个状况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直播 他就是会变成是一个 最有利的一种情况 因为会进来的人 我们都不知道谁是谁 除非那几个 那几个我们比较熟悉的以外 绝大多数的我们都不认识 绝大多数都不认识 不认识的一个情况下 各位 他就是一种随机性 在直播里面批八字 他就会变成是一种很危险的一件事 为什么 因为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在直播 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呢 在直播里面批八字 因为在直播批八字的时候 你先前 你的影片你做的再怎么好 在直播的时候 那可都是你实力 真正实力的展现 那是你真正实力的一个展现 再加上 你假如说 我要批八字的时候 大家一窝蜂把八字拿上来 给你看的时候 各位你要了解一件事 这一些人其实基本上 他是没有需求的 那我说过 在没有需求的一个情况下 批命的准度 能够有五成 就很了不起了 批命的准度 只要没有需求的情况下 批命有五成的准度就很了不起了 所以在直播里面 随便要一个人的八字 那是 批命 非常不准的一种行为 你不相信的话 你就自己去试看看 你就自己开一个直播 然后现场随便拿一个人的八字来批 你都觉得你是很厉害的 你会发现到 当下的时候 你的准度都掉一两成以上 因为你要面临到的是 这一些人 他本身 我以为要批命 他就直接丢八字出来了 他就丢八字出来了 是完全没有需求 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 批八字是 让你的准度会非常低的 你假如能够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准度依旧能够维持了六七成 你就会很清楚就知道说 在没有需求的情况下 我对于批命 我还是六七成 那只要是 这一群开始的 有需求真的要找你批命的人 那就不一样了 他就是从最不准的 因为你最不准的情况就六七成 他开始往上加 了不了解 他的准度就开始往上加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强调 你要从实证 从实证里面去学八字 了不了解 你要从实证 实证就是实际的与人批命 你能够在这与人批命当中 你才会逐步逐步的 去了解 什么叫真正的八字 绝对不是看书 你看那个书 我简单来讲 那些书给我看了 你假如说敌天水给我看了 三命通会给我看了 这些书我只能够当做是什么 里面有很多东西 其实跟我的实际批命经验是完全相左的 所以我只会把它当做故事书来看而已 我不会把它当做八字经典书来看 为什么 他跟我的批命经验完全是 大多数都是不符合的 而且 里面 来讲 有很多都在套命 有很多都在套命 对不对 我们今天在批命的时候是在怎样 预测人家未来 可是他在里面已经老老实实跟你讲 你看这一个人连走20年 暮火大运税官拜吉等 问题今天来问你命的人 难道你会跟他讲 然后就你就是因为连走20年的用神 你现在才会到这一个地位 请问你会跟人家这样批吗 这不是真正批命 客人来问不会问说他现在为什么呢 他问说他未来为什么呢 他会问的是我现在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 也就是说你在处理的都是一个 未知数 你在处理的是一个未知数 而不是像书上所讲的 已知 不是啊 所以其实书上已经摆明跟你讲了 他就是一个什么 套命学而已 了不了解 他就是一个套命学而已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 你看书所学的 就是一个套命学 那也无所谓 你看书学套命学是无所谓 因为每个人都是这样学起来的 就包含我也是这样 但是呢 你要实际去语人验证啊 验证 从套命学开始 我要把它转成实际的是预测学嘛 因为 我们是要预测未来的情况啊 不是在跟你讲你现在为什么会这样啊 各位 八字不是就要来知道我们未来会怎么样吗 怎么到你的手里呢 都是说 你现在会怎么样 你过去会怎么样 未来不知道怎么样 怎么未来你会不知道怎么样的 我们不是就是要预测未来嘛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你所学的 你刚开始套命学 没有关系 因为套命他毕竟他有一定的程序 所以呢 你在学习的一个过程当中 先不用高大上 你不用跟人家批他 未来成就会多高 你只要怎么批啊 你只要批他啊 明年会怎么样 今年过完会怎么样就好 你只要批他今年 明年 这样就好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要验证非常非常快 要验证非常非常快 就很像我都跟客人讲 你要拿几个月你要特别注意 不要 我那时候会破财 那会破财的一个情况下 你要特别小心 开车这一方面 因为破财很容易出车祸 结果客人到隔年 马上就跟我说 老师啊 房都房不了 真的如你所批的 各位 他真的如我所批的 他发生了一些车祸啊 赔了点钱啊 可是这样子你就会怎样 了解 因为时间到了 很快你就会知道你的批命的准度在哪里 因为你就有验证 可是现在的人 你给人家批10年后 10年后来验证 10年后你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还有一个 你也不知道你10年前批了什么东西了 所以 不用追求 缘 了不了解 不用追求雨 而是追求近就好 因为你才会有机会去验证 你才有机会验证啊 不然的话 大家都把自己在那边 讲说自己多厉害 可是实际上有验证过吗 根本都没有 所以你就是批他今年 那今年结束了 你就去问对方啊 批的怎么样啊 我所预测的有哪几个对的啊 你就会知道你的水平在哪里了 了不了解 学八字 最重要的就是这一步 你要去追踪你自己所批的 绝对不是批完啦 很多人他认为的验证是什么 你这个八字啊 批完 这个八字啊 个性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沾到点边啊 他就说你看我多厉害 这就是验证 人家是要问未来啊 他骂他个性关你屁事啊 你批那个要干嘛 那个就叫杂论 各位 有很多人在学杂论 什么叫杂论 杂论 就是跟运势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论点 你的个性 你的过去 这些当然在五行派也可以论 可是呢 他不是重点 你的运程跟你的个性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难道你个性不好 你就一定会怎么样吗 没有这一回事嘛 该怎么样 就怎么样啊 不是八字吗 八字不就是在论运的吗 所以呢 你今年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啊 跟你的个性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 论什么 兄弟姐妹有几个 问这个有什么意义啊 你在那边说 你的兄弟姐妹有三个 然后呢 对方给你回答 没有啊 我就只有两个兄弟姐妹啊 不信你回去问看你妈 是不是 嗯 怎样 看外面是不是要偷生一个 是不是 有的时候 其实这个 就是一点意义都没有 相同八字又不同命 我就简单一句话 相同八字又不同命 你妈你生几个 会一样吗 相同八字的人 有些人甚至都连结婚都没有 对不对 所以 这一种的基本上 都是属于一种杂论的现象 我们真正要论的是什么 我们要真正论的 你为什么会来问八字 一定是有疑问嘛 对不对 你要来问八字 绝对是有疑问 人生的疑问嘛 你未来的方向嘛 对不对 这不就是你真正要论的东西嘛 所以 把这一些真正要论的东西 你把他 验证 但是我说过了 你不要批他20年以后 那个没有意义 你批他今年明年 然后你就 就可以追踪啊 是不是我批完了 是不是 是不是 我批他今年会赚钱 那 今年完了 你来去问他 你的状况如何 是不是跟你所批的 得一同 还是的 完全没有 你们有没有做过这一种的 你们有没有做过 没有嘛 批完了就当自己很厉害了 老表姐 批完了就当自己很厉害了 然后呢 从来没有做验证 只是很有自信 就很像我师弟讲的那一个 中年人一样 自己一辈子批没有超过10个客人 说他把他写了一套书 说他自己学术很扎实 就像这种人一样 那真正呢 要来批八字的时候 假如说真正随便找一个人来批八字 就批的满头汗了 管你学术扎不扎实 对不对 学术扎不扎实 对不对 现场随便抓一个人来批 你就知道扎不扎实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阶段 在学八字里面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缺点 在前几天 我就陪着我的学生 他要去教学 我就陪着他去 那好险喔 对方不认识我们 对方不认识我 所以呢 他就看着我而已 他也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我就是 单纯就坐在那边看我影片而已 我也没有去管他们 但是他 但是我学生就说他只要认识你的时候 他一定会紧张死了 结果是不认识 结果是不认识 否则他应该会超级紧张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学生教完了跟我讲 老师啊 这个人他学过五年的传统学 他也有在报价批命 可是 他的一个缺点 他自己也很老实的讲 他学了五年的一个八字 他还是只能够论论人家的个性 只要一讲到运势 那基本上就不行了 未来的运势会如何 就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那问题偏偏这又是人家最重要的东西 他完全都没办法 他学了五年 我就想一想他妈的 你自己都没学 学五年 学生的学一个八字的资历都比你还差 各位 他的学生学五年 我的学生没有学五年 可是我的学生却是在批命 却是在教学 各位 这当中的差距在哪里 这当中的差距在哪里 就是在验证 他就是在验证 然后呢 我看到我学生到最后 就叫他批一个八字 那个八字是 他的学生自己的八字 结果批出来 被我学生念 根本就妈的不对 他本身学过八字 他认为五行派很简单 结果批出来 五行升课不对 各位 那个学生还有在帮人家批命 难道他五行升课 不会吗 难道他不知道天干五合 地之六合 他都知道 可是 他批他自己的八字 五行排列就是错误 各位 这就是 重点 人家是懂八字 可是呢 学了以后 第一堂课 他都觉得很简单 你既然觉得很简单 来,自己的八字拿出来 批一次 来,给我看 一批下去 错误 所以我学生就念他 你要把你以前所学的 全部忘掉了 你现在是要学五行派 五行派 没有像你 那麽像的,那麽简单 所以请你照着步骤 一步一步来 各位 那你就知道了 有多少的五行派 是他们自认为的而已 自认为的 甚至 根本就是 杂派 我简单讲 叫杂派 因为 五行派来讲的话 他非常注重 五行深刻的正确 你五行深刻错误 简直就是灾难 他里面包含太多的东西了 他包含很多的观念 这些观念你不懂的一个情况下 你单单看影片 你自认为懂 各位 其实你可能只懂了当中的六成 还有四成的东西 你是完全 不会的情况下 你批出来的准度 就差不多五成 甚至 有的时候 你还因为主观意识 连五成都不到 连五成都不到 这就是五行派 会让人家觉得 他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派别吗 为什么 我们在批的时候 你们就自己在学在批的时候 你就用不出来 你就是用不出来 简单来讲 他是看似非常简单的一个派别 实际上 跟你所想的完全不一样 跟你所想的完全不一样 所以 很多人都是用他自己所想的 都是用他自己所想的 我简单来讲 那些在抹黑的人 都是用他自己的脑袋瓜子在那边想 可是实际上他又不懂五行派 所以他讲出来的东西 我简单来讲 他讲出来的东西就不是五行派的东西 所以他认为五行派很简单 可是实际上 他就不懂五行派 在那边装懂的一种情况 所以我们在批命批到月份 批到日子 他可能连一个年他都不会批 然后就说你这个不准 其实不是不准 是你从来就没学会过 了不起 是你从来就没有学会过 所以 当然就不会 你不会 你凭什么资格去评判人家 对不对 就这么简单 难道我们批到月份 都假的吗 我们批到月份都假的吗 甚至 最近的客人 还能跟我讲 老师 他是美国 他在美国工作 他回到大陆 要换个护照 换个护照 结果呢 就被锁在大陆就出不去了 然后就来找我 他就 透过网路他看到我 然后就来找我 找我的一个情况下 我就看到他的八字 我说你这个状况是怎样 然后他就说 老师我的状况就是 现在 我都没有办法回美国 所以 像我在美国的这一些租的房子 车子 这一些 他依旧要付费啊 可是呢 我根本都 没办法动作嘛 在这种情况下 我的生活 就变成是一团糟 虽然我在大陆还是有办法工作 就是 因为他的美国公司是允许他在大陆工作 可是他可以维持多久 我一听就知道 他就是要知道说什么时间点 他的 签证这一些都可以下来 他就可以回去 看一下 快一点的话 几月到几月 结果呢 他就说 他都前一阵子他就跟我讲 老师老师老师 我可以回 我签证下来了 我可以回去了 他就说赶快去吧 赶快去吧 所以 各位 这一些都是我们 实际上在批命的这一种东西 这一些东西来讲 都是我们的经验 所以我常常讲 我们在学八字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跟我一样 你为什么不跟我一样 都是中宏义讲的 你看我会拿一本古书在那边讲说书上写什么吗 我不会 为什么 因为 我学八字不是从书上教我的 他 他来讲 书上所讲的东西他是一个入门而已 可是 我们实际上还是要从批命上去下手 所以 书上的东西 以我现在来看的时候 基本上跟我的一个经验来说 绝大多数 都是抵触的 绝大多数 都是抵触的 所以 我说过了 书只是 让你领进 这个世界而已 可是 修行在你自己个人 而修行最佳的一个方式 就是实际去找人批 你只要找人批 你就绝对会知道 你自己批命时候的缺点是什么 了不了解 不然的话 每一个人 我说了 就算 学了三天的八字 他也可以拍出一片 好像学了30年 一样的 那种影片 没有意义 所以我常常说 你们对抱持着看影片 在学八字 请你们抱持着 那是骗人的 就算是看我的也一样 因为我们不会把出错的点 跟你们讲 我们不会把出错 我批命哪里错了 跟你们讲 不会啊 影片每一个都百分之百准的 对不对 就很像你看书 每一个 每一本书里面写的都是 天花乱坠 都是一样的 所以 你唯一要找出 他们 就是说你要找出 自己 到底学了多少 一定要透过 验证 你要透过验证 所以验证 那就必须是怎样 你不要问人家 你要透过你自己所学的东西去 批论出来 你这样子去推论出来的时候 这个是你真正靠自己推论的 因为 未来 不就是你要去推论的一件事吗 未来还没有成真嘛 所以你现在就要 去预判了嘛 过去已经成真了 请客人先不要跟你讲 你就是 先帮他批 所以像在学生学习的时候 我都跟他讲 像你的真有八字来讲 你在哪几年 是最有机会会结婚 他就说对了 我就在那时候结婚的 然后 像一些 你在哪几年会怀孕 会生孩子 他说对 我就在那时候生孩子 这什么 就去预测出来的嘛 你凭你的学术去预测出来的 你凭你的学术去预测出来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一件事 他有100分吗 他不可能100分的 绝对不可能有100分 为什么 因为 你在不知道的情况下 你必须凭学术跟你讲的一个情况下 你会把所有有机会的点 全部都写出来 所以在全部有机会的点的一个情况下 他就会发生一件事 你所找出来的机会 有些他不会发生 你所找出来的危机 有些他不会爆发 所以 你就会了解 所谓的八字 虽然有所谓的这一些机会点跟危机点 他有机会点 他也有危机点 他是不会全部都发生的 他是不会全部都发生的 所以当你了解到这一块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说 原来他是一个什么 相对的一个机会 就像我 在找的时候 他有哪几年 会怀孕 可能这当中 就是 两到三年 有一年或两年 他并没有 同样的危机 找了四年 可能有两年会爆发 有两年不会爆发 但是 这些东西 你都要把他找出来 为什么 因为 你根本就不知道 他什么时间点会爆发 或者是不会爆发 所以我在之前 有跟各位讲过 你假如对八字的话 你就是对于你的机会 就是抱持的四四手气的一种方式 四四手气的方式 你假如 危机 每一次的危机 都如灵大灵 好好的去防范他 就是因为他八字有这一种现象 所以这也造成了一种情况 就是相同八字 不会相同的命 因为八字是讲的 他是一个基因而已 基因什么叫基因 你有这一个潜能 但是 往往潜能爆发的时候 可能是在对的时间或不对的时间 不是每一次都会爆发 所以 各位 你就要了解到这一块的时候 你对八字 你会不会对他 就是觉得 八字就是决定了你的命 不会的 还是会回归到我们人的最基本 就是我们自身的努力 还有环境的一个调整 因为毕竟来讲 八字只不过是时间 对你的一个影响 八字只是时间对你的影响 那来讲的话 假如时间 这么厉害的话 这么厉害的话 什么 什么样的 因素都没办法去影响他 怎么会有 风水学出来 因为你风水再怎么调 也改变不了你的命 同样的 为什么会有身心灵出来 你身心灵再怎么强 你也改变不了你的命 对不对 可是 现实 他们都是怎样 实际上他们都可以改变运程 这个是 不可否认的 也就表示 八字他是 很强的吗 不会 八字只是众多影响你命的因素 当中的一样而已 所以当你了解这一块的时候 你就不会把八字 想得非常非常绝对 而是你会去 知道说 你的八字 你会怎么去看待他 你会把他看作是一个 人生经营学 你会把他看作人生经营学 首先你的优缺点在哪里 你的优缺点在哪里 再来 你的 好运 坏运 就是你的机会点 危机点在哪里 不要再不对的时间给他乱冲 结果呢 你在危机的时候乱冲一通 爆发了 你后面的好运全部都葬送 你的这一辈子可能就是 这样子而已 我没遇过 我没遇过 这个人来找我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 你的这个八字非常非常好 尤其你后面这两柱大运 所以你的财运 官运都特别特别强 结果他就问我 老师 你帮我看一下前一柱 我说那一柱没什么好看的 那一柱其实 并不怎么样 结果他就说 他在那一柱的时候 他因为那时候年轻 学了八字 财多生弱 要比肩 那就是他的用神比肩 结果他在那时候去创业 创业 失败 赔了一屁股 结果他透过两柱大运的时间 他的 他的收入都破百万 年薪都破百万 他还在还他那时候所 创的货 可是各位 你认为他货两柱 他会觉得那是他的好运吗 他根本都不觉得 因为他很辛苦啊 他一直在还债嘛 我就跟他讲一件事啊 假设那个是不好运的话 请问你还得了债务 你的债务会越来越少吗 我看只会越来越大而已吧 这时候他才突然恍 恍然大悟 他说对 各位 他的好运 就是建立在 危机点的时候 爆掉 牺牲 很多人都这样 所以他的好运,他不觉得他好运 所以他就觉得他是这一生好痛苦 所以 我一般 我就非常重视的是 危机点 因为危机点只要 五次的危机点 只要一次 爆发了 就很惨了 就很惨了 所以 我们一般 尤其我特别重视危机点 财运的危机点 官运的危机点 这一些 所以八字 我们会以一个 人生经营学的一个角度 来看待他 而绝对不是以一种什么宿命的角度 你这个命 是克夫命 克母命 没有那种东西 没那种东西 五行派就跟你讲 你不要跟我讲这种东西 我随便讲一个案例就好了 假如 我们的八字可以影响到别人生死 同样的道理 假如我今天跟你讲 你现在没有成就的原因 所以是因为你爸爸的八字 限制了你 你 你会怎样 你会怎么样的态度 你一定会很生气 他妈的我的八字在 我的八字是假的 我爸爸 我爸爸的八字 他妈影响我的一个 成就 你只会生气而已 同样的道理 为什么你的八字 就可以去影响到别人的生死 各位 这就是在学八字里面 非常错误的一个观念 就是全世界只有 你在算的那个人有八字 其他人都没有八字 都要照着他的八字走 根本就不是那一回事 各位你要了解 你有八字 别人也有八字 他也要照他的八字走 你也要照你八字走 所以你们两个 只不过是 你有你的八字 他有他的八字 我们两个 会产生一种互动的一种现象而已 他不会决定 人的生死 不会的 决定人的生死 还是要回归到自己八字 了不了解 所以 没有什么命 那一切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了不了解 一切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你不要说什么克夫命 克母命 我跟你说 那也是 他出生了以后 刚好他的父母亲 刚好他的八字也走到了 就走人了 绝对不可能就是他一出生就把人家克死 没有 没有那么可怕 了不了解 只是说 因为父母亲 在 我们人生里面 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所以 当他们要 要走的那个时候 其实在我们的命盘里面 都会有或多或好或少他们的一个讯号 要不要解 并不是这个人去影响到别人的生死 我们顶多是影响到跟别人 我跟他好 跟他不好 这顶多就这样而已啦 你跟他相处的关系而已啦 不会去影响到他的一个生死 甚至影响到别人的成就 你想太多 难道 全世界就只有你的八字最厉害 其他的八字都塑胶的 对不对 根本就不可能嘛 所以请你把观念 逻辑回到正确的这一块 这很多人都怎样 学了八字以后 都怎样你知道吗 变成是别人没有八字 就只有他有八字而已 神经病 全世界都围着你照 在那边 运作了 学八字人就会产生这种迷思 全世界都是以我的八字在运作 所以我的八字 破怎样 我的跟谁就不好怎样 可是 你跟谁不好 假如是你跟他的关系 可是对方的八字 他假如觉得他的八字里面是跟你好的 你就算再怎么骂他 他也一样黏着你 了不了解 所以呢 他是一个两个八字当中之间互动 所产生的一种情况 绝对不是单一现象 我 我跟孩子很好 可是你八字里面明明就有孩子心 那就生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生孩子是两个人 的那个 夫妻两个人的事 你有孩子心 你另外一半没有 生也生不出来 了不了解 这个我们时常碰到的 我们时常碰到的 我笑笑有学生来了 老师我问一下我的孩子 我们没有生 我们有没有机会生 哇靠妈的 你没孩子心 你老婆也没有 然后在这什么时间点 你们才有机会 等到我第二次 就是教学完以后 然后在第二次再碰到他的时候 他是谁啊 他就真的有孩子了 他就真的有孩子了 他已经非常非常 满足了 女儿虽然是女儿 但他很满足了 因为他毕竟有孩子 所以各位 你要看 连个生个孩子 都不是看单一人 生个孩子要看夫妻两人 这些都是 都跟你们讲 八字 他不是一个人代表的全世界 他是 这一个人的 小世界跟这一个人的小世界 两个人在那边运作 产生的 这是你的小世界 这是他的小世界 这一点点交集而已 要不要解 他就是这个样子而已 没有什么 什么你影响到他 他影响到你 你们的交集点 就只有这样而已 所以 这些都是在学八字里面 太多太多的一种 我简单讲 那不叫迷失 那就幻想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绝大多数 没有在批命 没有在批命 所以自己用自己的脑袋瓜子在想 你假如像我们这一种实际在批命的 我们就会跟你讲 八字的一个现况 他到底是怎样 我们不会把八字形容得到天花乱坠 不会啊 你在我的嘴里你会发现到 八字 老师阿妈在你的嘴里 妈讲起来八字有过烂的烂 对啊 他是本来他只不过是众多影响你命运当中的一个因素而已 他并不是绝对的 你还在老祖宗的观念 一命、二运、三风水 那个都是妈的 对不对 古人妈放到现在他会发疯 为什么 古人的生活简单 现在会看到我妈呢 什么电视、飞机、汽车、手机这些 他们都没有了 我跟你说 他会吓死 他会吓死 可是这些对我们来讲就是基本的东西而已 基本的东西 所以古人的 古人的他们的一个聪明才智 我老实讲 在他们那个环境跟现在环境假如一比的话 简直叫做智障 真的叫智障 了不了解 但是不能够这样比 因为同时代的不一样 我们是不同时代的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 我们现在的基本的知识 是凌驾于古人的 所以我们才会 有这些古人所没有的东西 了不了解 古人所没有的东西 所以假如说古人比我们聪明 比我们厉害的话 我们现在应该是比古人退步 可是事实证明 没有 了不了解 并不是这样 所以其实我们是 身为一个现代人 要有现代人的一种自信 而不是呢 把古书呢 把他 奉为至高无上的 对不对 我常常举一个例子 单单 就一个手机 请问你要用什么 老师我用智慧型手机 对呀 你都想跟我讲要用最新的 我给你一个二举手机 好不好 老师他你给我那个干嘛 根本都不能用啊 连打个电话都不行 等下要叫我玩瘫死蛇 所以各位你就知道 手机还只是近代的产物而已 他 手机只是近代产物 你就觉得他是垃圾 为什么 他不能用了 你要用5G的 现在没有2G了 对不对 除非落后地区还有2G 现在根本都没有2G了嘛 正常一点的国家都没有2G了 2G的手机根本不能用啊 各位 这才多久的时间 你就当做他是垃圾了 八字 经过这么长的时间 他没有演变过 他是不是需要做修正 八字是从五行 五行不够的时候 金木水火土不够 这时候十天干出现 过来再 用十天干算命 十天干开始 不足够的时候 用十二地支 过来 一柱 两柱 三柱 到最后四柱论命 徐子平定位 八字四柱论命 日主 为主 可是在这之前三柱论命 年柱为主 这表示什么 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去 一步一步的把他扩充 就是因为 金木水火土已经 没有办法 附和那个时空背景的算命 也就是说 时空 我们的空间是越来越进步 这时候你也可以用金木水火土来算命 五行算命法 可是你会发现到 他算出来的东西 可参考性 不多了 不多了 为什么 因为他 我们的社会太过复杂 他能够算的东西很少很少 所以 各位 你要知道啊 徐子平定法以后 到 现在 八字 都没有改变过的一个情况下 其实呢 在这段时间社会的进步非常非常大 也就是说在这种社会进步这么大的一个情况下 但是呢 八字却没有长 长进 很有可能 八字 他已经不符合时代的一个需求 他已经没有办法 附和现在这个社会 所以你们在用这个八字算命的时候 你们会有一个感觉 实准实不准 超难用的 超难用的 那 现在社会 就开始有很多的八字的变法 盲派 计量派 新派 五行派 这些都是啊 一些比较新兴的派叠出来 他就是 要 来修正 可能 原来的八字 他 没办法复合这个时代 所以 这些派叠的出现 就是说 他在 随着时代的进步 而开始有该时代的所谓的学术 该时代的学术 古人有飞行学吗 有气象学吗 对不对 古人有 连飞都没飞 不可能在天上飞 不可能有什么飞行学吗 对不对 可是呢 为什么后面会有飞行学 因为 有飞机出现了 开始要 那些 很多人交通工具就坐飞机的 有飞机的 那个驾驶员 他们就是要学这种东西嘛 那个就是什么 适应时代的嘛 可是在古人有这种东西吗 没有嘛 所以 并不是新东西出来 就是什么 帕蒙佐道 不是嘛 因为新时代 有新的东西会出现嘛 所以他必然就会产生新的学问 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 去看的时候 你自然会看到 新派 他就是为了要修正 很传统学派的一个什么 取用的这个问题 所以他去做修正 所以新派他还在 李寒成他们这一派 还在不断不断的修正 还在 还在进步当中 完整 学术 断建业的盲派 也是一样 计量派 也是一样 五行派 也都是一样 他都是随着时代进步 而演变出来的一些学问 这一些 是 顺应的 时代出现的学问 他就是怎样 因为 原来的八字体系可能有问题 不好用 他们 来开始修正 所以这个 是一个时代进步的象征 怎么会变成有人说了 五行派的出现是八字乱象的 情况 哇靠妈的 你把八字 也未免想做 就只有一套而已 你知道吗 他 被公认最烂的八字 是清朝的八字 因为清朝的八字 因为清朝实行文字域 所以他把他的清朝的八字是 发展以来是最烂的八字 就永远 就把你们陷入到现在了 叫做八字在抓用神 清朝的八字就在抓用神而已 清朝的八字 了不了解 我们的八字死掉是死在清朝 结果呢 对不对 最烂的八字 你还蛮引以为傲 那个是最需要修正的八字 那是最需要修正的八字 所以 当你了解到这一些的时候 我们对于别派 我们也都是很心难接受 我们认为每一个派都有 每一个派的他们的优点 当然自然而然也有缺点 你不能够 只是看人家缺点 你不看人家优点 对不对 怎么可以呢 难道你每一个人都只有缺点 没有优点吗 你每个人都一样 所以 每一个派别都有他们的长处 还有短处 只是说是不是利大于弊 利大于弊 就这样子而已 假如利大于弊 我当然可以容忍 我可以容忍他的缺点 就这样子 你要娶一个老婆 你以为你的老婆 是完美了吗 不是嘛 有缺点嘛 但是你为什么要娶他 虽然他有缺点 但是我觉得他其他都不错 就取了嘛 不就是这样吗 你思考过后利大于弊 就取了嘛 同样的道理 所以 这个就是在学八字里面 我们要有的一些心态 要去实证 然后 你要去了解 别派他为什么也会出现 他为什么会出现别派 假设 原来的派别就已经可以把所有的事情 全部都可以解决 请问会有别派的东西出现吗 绝对不会的 绝对不会的 因为用学现在的技术就好了 就不用再学其他的 所有东西都算得很准了 但是为什么 还是会有别派的出现 各位 你要去思考的点 在这里 你要思考点 绝对 不是 有一个派别跟你都不一样 就把人家当做是什么 旁门左道 斜门歪道的 我有个学生就这样 他已经学到是 半职业命理师 他已经算是职业命理师了 他只是没有去收费而已 他会批 他的老师 就看到他在学五行派 他为什么会学五行派 就是因为他在批命的时候 他就是有那一种茫然 我批的到底对不对 我用神抓的对不对 其实他都没办法验证 他就来找我学 他来找我学的时候 我就教他怎么验证 因为他就是在庙 他会到庙里面 帮人家解千诗 然后他就顺便要人家八折 然后直接跟人家讲 他经过了一年多的验证 他算了 他每天 就是一个礼拜会有几天到那一边去 到那一边去的时候 他就会碰到几个 人就顺便要八字 他这样一年下来 来讲也有两三百个 他的案例 他的实证 他自己最清楚 所以他的老师到最后还传 传这些都跟他讲 你不要在 什么五行派 哪有人看八字不看这些 那是旁门左道 对不对 你要回来老师这一派 对不对 这才是什么康庄大道 他就传给我看 我就说 你不用想太多 你自己的心里最清楚 你要不要解 你亲你最清楚 各位 请问他会管他老师所讲的吗 不会嘛 为什么 他自己在批命他自己最清楚 准或不准 他自己最清楚的 比如说 我们五行派本身就很容易会遭受人家的一个攻击 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但是 你透过实证 你 你自己有学过传统学 你自己也学了五行派 你自己实证下 你自己很清楚 你要怎么做 就这么简单的 还不要解 所以我们才讲实证才是学习的王道 绝对不是空看书 空讲理 这没有意义 没有用的 实证才是真的 所以 这些我们都碰过 所以人家 怎么攻击我们 我们都笑笑而已 为什么 你假如今天 是真的在职业的一个人 你会这样干吗 你会这样干 除非一件事 你知道你根本就假的 所以呢 你才会想要去攻击别人 为什么 把人家攻击下来了 对不对 就证明你别人家厉害了 就这样子而已 你的心态不就这样吗 今天你假如是真的靠这个为生 你的天天也在批命的时候 你还有空去 攻击别人吗 你根本就没空 就像我 哪有什么空要攻击别人 每天 在那边批命 教学 就忙的 我都不知道什么时间 要抽什么时间来拍影片 对不对 尤其现在要拍这一种 五十几分钟的影片 你妈的 对不对 一个人在那边自言自语 我都跟学生讲 妈妈拍这种影片多累啊 倒不如开直播 直接跟人在那边聊天 聊天完了高兴 就拿一个八字来批 做个验证 时间过得又快又轻松 还在拍这一种的影片 对不对 所以各位 你就知道 没有那美国时间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